Maisen就问 早晨两位 多谢Rafi 满市还有没有推介? 还有没有? 是的 大家要求越高 每个星期要推介一只 其实也有的 我想很多股票 因为整个市场都是炒股不炒市 即是变相 即是说真的 幸好你选中的 其实这一转都不是没有肉食 或者这么说 所以 幸好你还有星期 我自己选的2130 今天也正在升 现在正在升越来越多 对 马上开出图 所以这些 我想你继续有的 就继续看着 但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可以选择什么股份呢? 反而我挺同意 刚才你们的经济部那边 选择一些本地股 我觉得 如果是板块来说 不要说过过过 板块来说 其实本地股 我觉得这一转 也可以后后 其实我上个月已经开始 对了 对了 因为始终我挺同意 第一点就是整个疫情 现交段来说 其实也是慢慢 温和地在走 没有突然间再恶化 而且很同意 就是那些消费券的因素 其实之前都说了 会出些细节 其实对了一些本地零售 相关的股份 或者一些租赁股 或者一些租赁股 会有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 你看到版面的沙沙 其实都已经慢慢 在动上来 那时候你是四月底 跟你推介 过百度 没错 所以就是 其实这些是比较适合 可能中性一点 慢慢升的一些温和架架 还有如果你炒概念 我觉得炒这个因素 来计 那些本地股都会很受益 是 但是你说收租股 你还是会看1997 还是其他 1997 我觉得也可以 如果你说 其实刚刚想起了一种特别 是吗 如果你说本地大股 这种可能是自己 要控制住码 因为暂时来说 就未必是太大的交头主 就是653卓越 653 对 就是沙沙的同类 这个也是一个 如果有足够薄的 才好买 这种比较进取型 因为当然看它的方向 除了本地的零售 復甦 消费券之外 是看好它的转型 因为去年年初开始 管理层那边做了一个 很大的变动 本来第二大股东 就是买了第一大股东股份 现在变了主席 而变了新之后 其实它们的业务面也是转的 除了你说 继续做一些零售相关业务之外 其实会变了一些 类似是一些电商的平台 其实它们的发展方向 是想做一些电商的中间角色 可能帮不同的品牌 在它们的平台买货 和打入内地市场等等 所以这个因素 如果有更多的科技元素 如果货一个很长线 其实股值是有一定的拉升效果 但当然这个就要 给更多的耐性 以及要摆下的心态 还有 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暂时 如果货一个交流 如果货一个交流 现在的交流不是特别重 我觉得又不要一下子太大了 就是分住去慢慢买一下 存货 如果货价值上的推升 来计算 长远一定会冲景 但这个就要给更多的耐性 这个都是大家要控制住码 以及一个比较有风险的投资 衡量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这样